各位KDE粉絲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HONDA的HRV 大家應該很討厭今天怎麼吃另外一個很陌生的面孔 因為我們經理說要拍直播 但是現在人都要跑到那邊去 那我想說我就硬著頭皮來試試看 然後看一下我可以講多少東西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台車它的外表 這個是車主照顧得很好 那個車主跟我們認識的紅香女性 M1是很像 M1是叫做瘋下惠 後來想說中華玉叫瘋下惠要來 我們全部的工廠裡面從來都很開心 好我們先首先來看一下後面這個避震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懸吊 好我們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後面的懸吊 像是這種彈簧與避震器分開的形式啊 來我們的當初直播都會說後面的安裝調整很重要嗎 相信長進的小編也應該知道 我們經理每次都會說什麼東西 嘿對 他都會說什麼 你這樣CUE我我也不知道 你這樣很不專業喔 他都會說來我們進口然後進來看到這邊 因為這個彈簧與筒聲避震器是分開的形式 那麼我們都會說這個後面的浴壓要怎樣 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浴壓過多 如果浴壓過多會怎麼樣呢 會不好做 對聽到我們都會講了 這個是非常的有趣 來看一下齁 那我們這個筒聲的調整部分是什麼 很多的朋友都會問說 欸我們筒聲調整啊 大家說不要浴壓太多 那什麼樣的狀況叫做不要浴壓太多呢 來 那我們請抬頭再拉出一下齁 這邊啊 這邊啊 彈簧和這個我們說HIDOKEY 我們俗稱HIDOKEY 這個調整機構呢 基本上只要上去了車體之後 我們把它這個下面 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往上調整 車身的高低 如果說透過筒聲的長短 去調這個車身的高低 那麼就會變得很硬 很不好做 欸 觀眾朋友就會說 奇怪為什麼我換了KT之後 反而坐的 又那個屁股特別痛呢 那就是沒有調整好的關係齁 好 那麼我們再來大概看一下 這個顏色真的是非常的時尚對不對 非常的特別 男生女生都喜歡 來小編你喜歡這種顏色嗎 喜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前面腳管的部分 那麼前面腳管的部分呢 我們這個 油管架啦 還有那個 離載串做的形式都是根據原廠去做設定的 所以說 很方便師傅在安裝的時候 就很方便他可以直接安裝 而不用說我們還要改原廠離載串 來換短的 或是之類的要換 多花一筆錢 對 那麼今天呢 車主他的車身 預計是兩指半左右 那麼我們在調整車身的時候呢 來看一下這邊齁 我們今天選用的彈簧是 206公斤是比較舒適的 而不會說 特別的死硬 或是做什麼的 那今天前面的部分 要調整車方呢 一樣是縮轉這邊 筒心 鎖進去腳管的距離 這樣子 就可以做上下的調整 那他調整的幅度 其實還蠻高的齁 那麼如果說 車友今天有指定說 我要很低 或是很高的話 在下單的時候 跟我們說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上座這邊齁 前面上座這邊呢 只要打開飾板 就可以做調整 來 那像這個調整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小編 我哪邊是變硬呢 欸 順時針 要會 順時針是變硬還是變軟 變硬 那逆時針 變軟 那調整的時候 會有一個一個的感受 對 可以看H跟S 可以看H跟S 看這邊啊 你英文是不太好 小編英文能力不太好 對 那前面這個飾板呢 只要打開 就可以做調整 所以說在 車友要想要調教阻尼的方面 是很方便 對嗎 有認出你的 這個是 啊 那個 沒有是我們的 菲律賓 的經銷 來大家跟他說一下 哈囉 沒有 my friend 到底他要不要進來啊 那我現在小編跟 我本人呢 就是非常好奇 明明我們說好了 當初我們是說 講到一半的話 經理就會跑進來叫我 但是今天我整台車 已經快講完 快沒什麼東西可以講 放一下油而已 你就來 唱位 我們把鏡頭正式交還給我們的經理 不好意思啊 我剛剛在跟這個人講話 介紹到哪 前面介紹完了嗎 前面有稍微介紹一下 後面也有講你常常說的這樣 對 那這台車有什麼特點 或是有什麼地方改裝經驗分享 可以跟觀眾朋友一起講一下 這台車其實它的底盤全吊系統 那就像一般的小車一樣 前面一樣是賣花城的 所以我們配置了6公斤的彈簧 後方的話 這有講過嗎 沒有 後方的話是配置了4公斤的彈簧 所以它後方是一個投一幣的系統 那如果HONDA比較中型大型的休旅車的話 像是CRV系列的 CRV系列它後方的話就是多連桿 而古代的話 古代CRV的話 後方就變成是黃圈分離的結構了 所以這個試彈的話 它還是維持一個類似小車的系統 譬如說像GIT的GK 它的系統就分別了 其實很多的零件都是共用的 那我們前方沿用原廠上座 後方也是沿用原廠上座 後方的主移調整方式的話 是在上方 在HONDA的車系 從FIT的G1GK 在上方呢 它都有一個主移的旋鈕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主移 所以在維修上來說 還有在調整主移上來說 都像那麼便利 那後方的彈簧公斤數 我們是用4公斤 所以今天車主的要求 其實並沒有降的特別低 這一台的話 車主要求大概兩指半上下 它原廠的話大概是四指半左右 它降低大概大概兩指半左右而已 並沒有降的特別低 後方的話 我們有附一個防塵套 有附防塵套 還有一個饅頭 在這個地方 上部的零件跟BIT的GK BIT的GK是一模一樣的 它需要把上部的一個上座 算是有橡皮 油緩衝橡皮之類的 把它塞下來之後就做沿用 所以上部的零件是要 鐵利用原廠的 它上部的 那防塵套滿頭的話 這些KT就有附了 後方的HELLO GIT的話 我們是裝在上部的 那下方的話 有一個原廠的橡皮 這一條它好像是4公斤的 後方的像這樣安裝的一個技巧 最大的重點就是在彈簧的預載部分 後彈簧的話 絕對不能預載過多 這個是這一台車所有安裝靈魂的重點 那前面的話 正常來說 一般的車種KT是有附上座 可是這一台小車它只有一個 它原廠就沒有上座 它有一個直推軸承跟橡皮 可是電程沒有上座的設計之下 需要拆原廠的這些零件來沿用 那前面的彈簧也是需要預載的喔 前面的彈簧我們一樣跟後方一樣 是預載3到5公斤就好了 前面這個也還沒講喔 還沒 這樣厲害送三年了 這個是原廠的那個 原廠的避震器喔 這個統心這台車 彭小姐它這台車是18年的 其實車領才兩年 而且旅程處剛經理在開的時候 並沒有很多 可是現在的車款的 像是在CX5 馬子達CX5的 後避震器也有傳出塞型 那這一台車才4萬 我記得好像沒錯的話 公里數不多啦 2018年了 可是後方已經漏油了耶 而且旅程開車 我覺得現在也不可能會 操列到多激烈的高度 可是後方兩隻都已經漏油了 所以 最近的原廠的品質的話 可能 個人覺得啦 不是很好 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前面的話 它的是一個賣花枕 前面上座不見了 因為前面上座 要拆下來給KDU用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他部分的話 其實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輪胎啦 旅圈都是原廠的 17吋的規格 前面上座 這台車除此開通也還蠻方便的啦 因為我們把上部的一個室蓋 把它打開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部了 這說過了 我很厲害 好 好 倒版的已經講過 那就不再講 所以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調整住你了嘛 那這一顆引擎呢 來 這顆引擎什麼 多大的 還是要專業的來 這顆引擎 其實 國外如果沒記錯的話 HRV 有經理最想要 如果這一個 再來小白款的話 那一顆引擎 有辦法落到HRV上面的話 我覺得台灣一定會熱賣 就是CRV那一顆1.5升的 地雄夢引擎 因為那一顆是 1.5升然後再加上歐輪 所以它整體的動力的話 就會比這顆N2引擎的話 還要大很多 為什麼經理沒有講這顆引擎 什麼新移速的 因為經理也忘記了 這顆應該是1.6升的啦 那前面的話 這一個是6公斤的彈簧 然後離載串的部分 還有防琴桿 的鎖點這些 還有油管固定架 ABS桿線 這些當然就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像這樣 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我們來講一些比較白人 看來對不對 防茂品都不曉得 它上面這個孔是做橢圓孔 這個一定沒講到對不對 對 上面孔是做橢圓孔 上面孔為什麼KT需要設計橢圓孔 因為它這個橢圓孔呢 當我們車高降低之後 它前輪的角度就會變怕 那橢圓孔的用意就是 可以讓前輪的Camper角度 稍微再做一點點 正一點點 讓它不吃胎 它的前輪的Camper角度 大概可以微調 大概1.5度左右 所以在定位的時候 就可以藉由下方的橢圓孔 來做出車主需要的一個角度 主尼友的部分 那有說過嗎 主尼友講過太多次 主尼友那就不介紹了 IP主尼友對不對 NOK的有說 好,OK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囉 1.8 1.8 1.8 這顆1.8囉 清楚囉 可以打臉了 這顆引擎是1.8升的 自然進氣的引擎 那最希望的還是渦輪化 它的動力才會大 改裝潔力才會大 改裝潔力才會大 所以如果HONDA 有看到我們直播 拜託 把這顆1.5升的渦輪金 落到這顆HRV上面 一定會大賣 OK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囉 謝謝大家 拜拜